今年剛完成 終身大事的金融市議員張浩漢特別關切 鄰里兒童遊戲場問題 尤其是重新打造了中正公園兒童遊戲場工程 督促金融市政府加快進行 基隆的除了室內兒童遊戲空間以外 室外的兒童遊戲空間 尤其在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張圖片 我想這一件事情 應該我們張元祥處長應該也非常有認同 因為當時在聯酋昌市長時期 我們舉辦了兒童室外工作 兒童樂園的一個工作方 重點就是讓兒童來參與 所謂的整個兒童公園的相關設計 當時張元祥處長也率領了同軍團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一個規劃跟設計 就代表其實有非常多不分年齡的兒童 都期待著這個希望之球兒童遊戲場 能夠盡快的完工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使用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坦誠相關工程有所延誤 目前希望能趕在農曆年後完工 明年六月啟用 我們希望能夠在農曆年的左右 希望在過年前後能夠來完工 那希望能夠在六月左右來啟用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會盡量努力朝這個時間來完成 市議員五化加則以新西街近期千安多卻碰到監視器損壞的情況 詢問目前李林監視器安裝進度 對此金融市政府民政處長張元祥說 安裝進度的確有比較慢 不過年底1500隻的目標不變 廠商的速度我們會再加強 那今年度我們預計就是九月份開始到12月中 希望能夠接著第二階段跟警察局再來配合 能夠衝到一定的量 理想的狀況能到1500隻 五化加則質疑 以目前就用市府推動李林監視器申請補助只有2000元 超過要自費安裝費還要令計 到底會有多少人申請安裝 原廠攝影機所附之附屬品配件施工需要安裝架費用令計 這個就已經是要一個自負的東西了 再來線路在五公尺以內明管方式施工如有超出者再令計 再來不含磚孔費用 如果需要磚孔的人令計 安裝施工位置需要有遮蔽物防止潑水要令計 以原廠攝影機內線WiFi AP連線功能進行設定 如果要連接外部的網路的話 費用要怎樣 令計 這些全部都是要令計的費用 光它的報價每一個報價300 300 300 1800 市議員陳君佐關心前市府執行頗受好評的示範道路計畫 是否仍會繼續 而針對道路品質提升 陳君佐也建議進行市政府成立路頻2.0專案平台 而入了跑步的費用 就包含我們道路跑步還有橋樑養護 我們增加了一億多元的經費 那觀光道路跑步的經費我們就多了 增加了大概一倍左右 增加了6000多 所以我是要報告說我們很重視入頻 就如同議員您一樣 所以我們會把資料提供給您 嗯 好 另外謝市長我希望你明年能成立一個入頻2.0專案平台 好好規劃本市的道路 針對人孔蓋降埋 道路整平 標示耗置無障礙通道或行人安全一併檢討 陳君佐同時關心田徑廠編更設計的問題 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 正在積極處理中 向這座基隆人引頸期盼的重要體育運動設施 能在安全的前提下 謹速完工啟用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maps 這座基隆人引頒 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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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